生化危机系列已经加以互选了 今天我来介绍一款画面虽然不仅3A游戏 但是内容相当丰富的一个生存类的僵尸游戏 这个游戏是刚刚在steam商店转为正式 之前一直是测试的状态 游戏名字叫这个僵尸毁灭工程 是支持多人联机和单人游玩的 这游戏是相当理论 比如这边我刚砍到一个僵尸 发现有NPC在这个屋子里面 我就瞄了一眼 然后我就很激动 我就直接翻了过去 直接翻过去 因为这个玻璃窗窗户渣渣没有清理干净 就直接刮伤了 后面就一直在为这个伤口买单 然后翻进去 发现这个人走掉了 没有理我 幸好是厨房找到那个奔袋 直接挂在窗口上 然后这个奔袋并不是万能的 还要找到消毒药品 还有奔袋要一直换什么的 还是蛮真实的 吃东西也是 开那个罐子要找开罐签 什么的 不然罐子都没法吃 而且刚刚那房子已经触发了警报 无奈只能寻找下一个住所 那这个僵尸好像对声音是非常敏感 我砍到一个僵尸之后一大群社区小伙伴热情的围了过来 考虑到这个刀有耐久 而且我这个体力也不太够了 而且身上负责商啊 不能久战了 后来就直接逃掉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想那个早点跑到那个消防局啊 把那个消防府拿到 我这个人的职业是消防员啊 有这个消防服之后是很厉害的一个 中间经过这个商店 我本来想看看这个有没有医药用品啊 然后突然发觉这个僵尸相当的多 码楼上全是僵尸 看来僵尸也比较喜欢购物啊 聚集在这个商店附近 我这人看右边的那个状态 好像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而且很热 跑得我浑身是还 因为这个消防员的裤子是有点热的 过着的话衣服就会失掉啊 失掉之后 这个星星好像也会变差 然后本来想进个房子默默欲啊 哇靠进去的妈在僵尸派对了 这个是僵尸组在家里开派对了 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居然在那么多僵尸 真的是太可怕了 像锁着门啊 还竟然会自己锁门 嗯 没关系 我这边就想找个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啊 然后在我休息的半当中 僵尸就在我这个敲着敲门了啊 我这边还在换绷带消毒啊什么的 僵尸就直接敲门把门敲破了过来 还有只有两只啊 哎呦 我想要这么多 哎呦 一大棒的僵尸直接进来了 我前面甚至都已经开好了窗子了 准备翻窗跳下去啊 但这样很可能会骨折啊 哎呦 没有跳 估计跳着就凉了 这个游戏只要骨折了 跑不过僵尸机板就挂了啊 然后中途经过这个警察局啊 发现很多枪它细细没什么用啊 枪在这里开枪的话会引起很大的噪音啊 用了之后马上就会被围攻 瞬间暴毙了 我这边还是选择直接进这个警察局 警消防局啊 拿我的这个上面这个消防服 这消防服真的很猛的啊 待会你会知道消防服是有多牛逼的 好像是只要人物等级够高 然后力量够足啊 这个拿着消防服的这个人像吕布一样的 万夫莫大吧 然后试试没有我想象这么好 我刚想试试我的这个大斧刀法啊 因为马上僵尸围过来给我颜色扛 真的是即使斧子很牛逼啊 对一大群还是没有什么用 因为这个游戏击倒之后 并不能马上击杀啊 围过来之后还是很难打 其实还是只能逃啊 这么多僵尸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啊 即使能看到一两只 后来发现会越打越多 越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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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提一不知之后肯定会死啊 这边也是实在无奈 本来想着可以练练这个 刀法跟心情和状态马上就下去了 等躺啊 塞葡萄真的一会就要凉凉了 之后的思路应该是找个安全的家 先读会书啊 学点木工啊什么的 这是看往上攻略啊 但其实还是蛮难的 我也是死了至少十几次才能玩到这种 这种感觉啊 还是蛮难的 我得喝点水啊什么 调定一下状态 然后睡一觉 开心 就是你得找时间调整状态 之后应该是要去户外建这个生存屋啊 但我这个试完四十分钟 我是打不到这个地步的 应该找一个户外安全的地方 建一下这个生存屋 然后种种地啊什么的 就不用再一直进尸区了 因为尸区里面僵尸实在太多了 聚集了很多 所以说会不会围攻 很难受得下来 所以还是尽量要往郊外走 然后找一个进一个安全屋 这样才能长久的种田啊 这边喜欢的可以steam上搜一下啊 这个是下篇推进的啊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